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本报今天独家报道, 延当超过20年的第一股菜批发市场改建案, 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重新规划穿西装,改西装方案, 预计7年内可完工,但左却传出因漏作环评, 为市场改建天变数,评估将影响工期至少一年, 预算可能再追加,市场如期完工空跳票, 更传柯批为此标马官员三天。 对此,台北市长柯文哲今下午受访时则称, 他是主张要做还评的。 柯说,一开始市场处与新工处依法规在争议要不要还评, 我说拜托,以现在社会氛围,还是做了比较安全。 柯强调,不会延宕什么工期拉,但为免被说便宜行事, 他主张还评做一做,此外,针对边将市场传出枪击事件, 媒体问柯,是否台北治安败坏? 柯文哲表示,每周治安汇报都自己主持, 台北市的暴力犯罪减少中,增加的是智慧犯罪。 柯坦言,若问他台北市会不会有枪击案,答案是会有, 但通常发生的几个钟头内就抓到人,也还在想如何从源头见谅, 不过在台北市犯罪的代价蛮大的,意思就是说要逃走很困难。